演示出來的其中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希望輸入的結果 不要取到小數點那麼多位數 我只要小數點第二位數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那跟各位講一下 在Python裡面 有方法很多 我剛剛講用ROM的OK 然後甚至的話 像以前如果你會C語言的話 或者Java 會在中間加一個百分比符號 不過在Python裡面比較建議 官方的說法 他比較建議用Format OK 那Format要怎麼寫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格式化到小任第二位數 格式化怎麼做 首先的話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格式化成小任第二位數的話 第一個的話要跟他講說 你的那個什麼的 格式化的這個公式是怎麼像 那所以呢 記得在BMI的前面 加上一個這個 所謂的格式化的規則 公式給他 那所以如果你要取到小任第二位數的話 記得就是在前面先加一個公式 前後雙頁號 然後先打大瓜 大瓜糊 移到中間之後我們打一個冒號 打一個點 2F 那其中的2F的話 指的F其實指的就是浮點 float 指的就是說小數點的第幾位數 所以顧名思義的話 點2F的話 指的是我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數的意思 那你想說那如果我要去取到第一位數的話 那就點1F啦 OK 一直在推 好 所以呢 我們先給他一個所謂的格式化的規則 公式啦 OK 那他基本上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呈現 那可能有同學會說 老師那是不是有別的規則 當然有 那在哪邊呢 其實各位可以參考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這個format的規則 你們可以參考 在雲端白板的 第幾頁呢 第13頁下方其實就有規則啦 OK 比如說我今天要 什麼呢 點2F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就是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數 OK 那如果說你前面要一個加 那你就加一個加一個加 那減啦 或者是說你今天要補 補0的話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整數啦 還有對齊方式 這個的話我想你們待會 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那接下來的話呢 第一個我們就是 先給他一個規則之後 第二個的話 請你在這個規則後面再打一個點 後面加一個format 不過你會發現 在python裡面 很蠻方便的 他點下去 他其實會提示啦 當然你可以直接選 或者你把它打完也可以 不要選這一個 來format 然後他會需要幾個參數 這個參數部分的話你可以把它刪掉 OK 那基本上的話 只要把什麼呢 把這個 我們的什麼呢 bmi直接放到裡面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format後面呢 記得把什麼呢 把bmi放到瓜糊裡面就可以了 那他其實規格類似像這樣啦 就是把這個bmi 他本來是長這樣 然後呢 把這個資料 幫我格式化 所以他看到前面有個格式化 格式化到小數點第二位數字之後再輸出 所以 輸出的結果呢 就會取到小數點第二位數 後面的資料呢 就全部幫你把它 移除掉 OK 也就是取到小數點第二位數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經過format 這次format可能要慢慢習慣 他的寫法 前面記得 是一個 他的 格式的規則 後面加個點 format 然後把bmi 所以原來bmi 等於是把它放在format裡面就OK了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剛剛 再執行一下 剛剛輸入180 有沒有 一樣輸入80 本來是長長一串 現在的話呢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呢 那就會是24.69 OK 那你可以試試看其他規則 所以第一個我們就完成了 那另外的話 如果你對format 其他部分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參考底下那個表格 或者你可以Google一下 Google那個Python format的這個function 其實會有很多的說明 那我只是把最常用到的部分 先講一下 其他如果比較少用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或許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當然它可以針對什麼 針對數字 OK 針對文字也OK 甚至如果你要針對什麼 日期時間 也有日期時間的格式化 至於細節 你們可以再找一下 網路上 Google應該蠻多地方 可以找得到相關資料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我輸出了 所以呢 然後24.69 大家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希望得到的結果 可以是怎麼樣 可以長這樣子 前面是BMI 然後24 24.49 類似這樣 OK 那所以我希望 呈現這樣的效果的話 那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我現在要在前面加BMI 所以呢要怎麼加 跟各位講一下 你如果要把文字加到 我們原來的資料裡面的話 FORMAS有個好處 就是前面的這個文字有沒有 其實是可以再串文字在裡面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文字 所以呢 我可以在這個大瓜糊的前面 再加BMI 有沒有 BMI 然後再加一個冒號 那當然輸出的話 就會有BMI 冒號 然後呢 24.69 不過呢 那如果我今天 假設我輸入好了 有沒有 在這個大瓜糊前面 然後輸入180 然後80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 BMI 24.69 那如果說呢 我希望得到上 這邊複習一下 我希望在BMI 的前後加上雙引號的話 你還記得吧 上禮拜同學一直做不出來 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希望顯示出來的結果 長得像這樣 BMI 前面有個雙引號 BI後面有個後雙引號的話 那當然就是複習上個禮拜拖一字元 所以呢 記得喔 在BM 因為雙引號已經被用掉了 所以記得 加一個反斜線 雙引號 反斜線雙引號 不過喔 它好像會幫你多一個雙引號 有沒有 所以這個雙引號可能要delete 著掉 也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加一個雙引號的話 那必須用拖一字元 讓它知道說 這個不是我們文字裡面那個符號喔 而是我就是要輸出這個雙引號 那I的後面的話呢 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反斜線雙引號 不過它好像都會變兩個 很奇怪 它可能太自動了 所以你要把後面那個刪掉 好 那這樣的話一個嘛 前面一個後面一個 那這樣輸出的話呢 得到的結果呢 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我們要的預期結果 有沒有 BMI 前後有雙引號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再把 我們需要輸出的格式 給輸出了 那其實Format的好處就是說 它其實是可以 除了格式之外 你還可以再跟原來 你要加的文字串在一起 並不會有任何的格格喔 所以這點蠻好的 也就是說 甚至呢 它不只可以放一個參數 一個像BMI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變數 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你都可以把它加進來 串在一起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Format的非常非常好用 後面其實還蠻多地方可以用的 甚至跟資料庫結合在一起 也會用到Format 至於怎麼用 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這個BMI 前後加雙引號的結果輸出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Format的部分完成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就來看 它的BMI到底是落在哪一個頻率裡面 所以後面的話總共有六成 過輕正常 然後過胖的話還有分成四成 那如果我今天呢希望把 這個 最後的結果給顯示出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再加上頻率 請各位再試試看 好嗎